老花姨每日一答 然后这个是月季的问题 老花姨老花姨帮我看看月季怎么了 然后其实它这个是上面缺蛋肥 也就是说叶肉部分 然后叶绿素的缺食 基本上它现在没有新芽 然后再加上它浇水有点多 就是它刚开始发芽的时候 叶片没有多少 盆子比较大 然后它其实对水分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多 然后可以考虑给它就是干养 就是干养根先根系发达一下 它才会抽新叶 然后它这个是修剪过的小芽 我看还有的在里面 然后老叶子逐渐代谢掉 适当给一下肥料 然后干了再浇不干不浇增加光照 然后月季就比较好养护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好我的无尽夏叶片周边发黄 周边发黄其实也是一个缺肥料的状态 这样的缺肥料状态 其实就是肥水没有跟上 绣球在冬季过后有一个爆发式的生长 就是说它可以吸收更多的营养 然后去迎来一个爆发式的生长 然后促进开花 促进叶片 先挡叶片然后再开花 所以说它需要的能量比较多 然后这个就是缺肥的状态 然后适当给一些繁肥水 还有花多多一号和二号交替使用 然后就会开更多的花 然后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 缺肥了 对缺肥 缺肥还是比较严重的 不要强光暴晒 它不喜欢强光暴晒 它目前那个适应环境了 黄花病 对黄花病 老花姨 康乃馨怎么都干了缺水吗 看看图片怎么样 缺光宝贝 水大缺光 通风烫 对缺光 下面的叶子都已经黄掉了 就是闷的 通风不好 对 老花姨看了你的视频 清明回家发财素 这样了 剪了它呀 可以剪了宝贝 把边上那些个老叶 给它剪掉就行了 还有旁边这一个叉叉也可以剪掉 把这两根老叶剪掉 留一个 留一个让它再长一段时间 然后它放的地方也比较干 比较热 对 然后把它尽量放到阴凉处等 发芽了再逐渐增加光照 不要强光暴晒 边上这个可以剪掉 留一根那个棒棒糖形的发财素 可可看 熟尾草 一枝卷了 后面慢慢慢慢延 缺光宝贝 水大缺光通风烫 给足光照没事了 叶子背面刚才是啥 叶子背面就长得皱皱巴巴的 这种就是不伸展 缺盖 还是说缺光 你光照给上它就好一些 下个臭包是啥呀 它说的 鱼美人 鱼美人也是缺光 有点缺水 缺水 缺光 缺水 缺肥 缺水 缺光 缺肥 给足光照 浇上水 给点肥料 就会好了 这个还比较好的 嗯 比较好 养的还不赖 有什么养花问题 视频要留言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